区别到底是什么 是吧 这里边给大家好好摆着摆着 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来大家我们一起看一下 比如说刚才 为什么控制针就没事 为什么脚标越界也没事呢 大家我们找找人控制针 攻制针 他网上一找吧 他的爹是谁啊 Runtime Runtime跌成一三分呢 OK都是一层的小弟们 而到了脚标越界那发现什么 他的爹是谁啊 不 这数字会接谁啊 脚标越界对吧 脚标越下轴越洋子类 一个是数组脚标 一个是字符串 脚标 请跟着 脚标的一些子类谁啊 Runtime 你注意到了吗 他们都有一个共性特点 就是 他们都有一个共性负类 注意 这个负类和咱们自定义不太一样 咱自定义负类是不是 以最理个三不深的 是的 一个三不深的下边 大家 在这个众多小弟里边 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小弟 这个小弟在这团体当中 他是比较狠的 懂了 他是比较狠的 哪一个呢 叫做Runtime跌倒是 这个运行时异常 懂了吧 其实异常就分两种 注意 我说一个三不深的题当中 对吧 一个三不深的题当中 他的异常分两种 一种是受检测异常 或者受检查异常 一种是不检测异常 叫做运行时异常 听明白了吗 就是两个 那说到这有啥区别啊 对吧 这就是大家现在应该最关注的事情 是为啥 接下来看一看 异常的分类 第一种怎么样啊 被检测异常 应该强调一下什么啊 是 编异时 被检测异常 OK 第二个什么样啊 第二个是 编异时 不检测异常 刮弧什么东西啊 运行时异常 大家 编异时被检测异常 是吧 这个什么 就是 只要是一颗三一颗身 是吧 何其 此类都是 而运行下什么样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啊 再加一句 除了谁 除了特殊子类 谁啊 软异常 一个三不身 软异常 一个三不身体系 而这个运行时不检测异常 运行时不检测异常 那谁啊 就是 那 这个 一个三不身中 谁 软异常 软异常 一个三不身 子体系 软异常 三不身 何其此类 何其此类 是这么回事 这懂了吧 这里就是两种异常 我来这题当中啊 都要被检测 懂一番啊 都要被检测 只要发生了 我跟你讲 你要不要处理过 就逼什么样 编译失败 能懂吗 你只要没处理 就编译失败 是这样的 而到了这个 题当中有个特殊的子类 说这个体系的时候 大家 它是可以啊 处理 也可以啊 不处理的 无论你处不处理 编译都能通过 正如吧 因为编译器 并不检测的 我说确实能听懂吧 我跟你们说为什么 这个我要说这能听懂吧 两种啊 两种 一个是编译师要检测的 说白什么意思 大家往这看 哎 哎哎 我哪有了 你看 我这个自己的家 是不是记住他 对不对 我记住他的话 大家这里面抛这东西了吧 抛完以后 你要是不去不声明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着 你既没捕捉 也没有声明啊 编译会失败 这都懂了吧 哎 编译会失败 大家 我们如果要是 我就不干这件事 你认为我可以不 看着啊 编译 挂吗 哎 挂了嘛 可是怎么样 可是我不让那个 复数脚标 异常 作为一个三分的词类 我让他跌谁 run time 我身上的爹势 脚标于机场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随便吧 我们这么一动 再看编译 哦 妈 现在明白了吧 这就是编译时的他们的一些区别 那么大家可能最感性的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东西为什么要出现 是啊 干嘛 分离出来一个呢 我跟你讲 这是有原因的 对于编译时被检测一场 我跟你讲啊 是这样子 叫什么样子 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那一旦出现 怎么样 希望在编译时就进行检测 那进行检测 那个让这种问题有了吗 有对应呢 有对应的处理方式 是这样的意思 那因为这样的问题呢 都可以被处理 明白了吗 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那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 针对性什么 处理 是这么一个 这种意思吧 咱是可以处理的 啊 咱们发个烧吗 是吧 OK的吗 大家 紧跟着 编译时不解这张怎么样啊 就是 这种问题的发生 这种问题的发生 怎么样啊 无法让什么 无法让功能 继续 运算 无法进行 无法进行 那 更多是什么 更多是因为 调用者的原因怎么样啊 导致的 那这种时候比较多啊 这种时候比较多 当然不光是这种情况 也就是内部导致的啊 只是他想去 这种状态 就让你停止到 这有可能 那更多是因为 调用者导致的 或者什么样啊 或者 或者引发了 内部状态的改变导致的 老师有吗 这个 这个不用着急 大家 这个等我们学到 多现成的时候 你会看到 真的会有这种状态 那 会看到 然后呢 这个是 通常的原因是 因为调用者的原因啊 我忘了写 者了 调用者的原因导致的 对吧 那么怎么样啊 那么 这种问题啊 一般 不怎么样啊 一般不处理 不处理 直接怎么样啊 编译通过 在运行时 让怎么样啊 让调用者 怎么样啊 调用时的程序 那 强制停止 强制停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出现 已经让运算 无法再继续运行了 所以叫做 强制停止 那 让怎么样啊 让 调用者 对 代码进行什么 进行修正 是这个意思 我说完这两句话以后呢 大家可能不再好理解 来 我们往这看一下 给大家把这问题呢 详细的代码中 举一个例子 说一遍 就完事了 我们就付这空指针 和书脚表演技好 看到吧 这两个说哪都行 那两个都可以说一遍 比如说大家 那 像这种问题的话 空指针一场好了 大家 是不是我在调用啊 啊 对对对 转述在这种事 怎么办吧 我就转述嘛 听我一个吧 我们在调理那个埋传的方法吗 对吧 那么我把这个 砰就传给谁了啊 是A2啊 嗯 是这么回事 大家注意 这就是我传的吧 人家定义功能有错吗 没有错 人家不写这合适吗 这不合适 为啥呀 说你定义功能呢 你连基本的健康都没有 这功能都不够 对吧 谁跟其他玩意要装在这儿呢 没有啊 所以呢 你也做一个健康判断 就有一万 这一万以后呢 我传功那是我的事 啊 我传图你以后给你了吧 大家 你要如果 不做这 健康判断 比如这一万没有 好吧 你这边一定要用挂门 挂门 挂了 你宿主都不存在 你怎么能访问脚镖 是吧 大家 这都已经挂了 偶了吧 偶了 那么大家注意思考 苏老师 我也可以把那生命出来啊 对吧 啊 对啊 我也可以把那生命出来啊 大家你知道生命意味着什么 我先问一下 你我们为什么要在函事上声明那个异常 为什么 对吗 我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调用我们的调整来处理问题吗 是吧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声明的目的 是要让对方去处理 是这样子 那 下面那把全是挂的 我说对吧 他想拿数组中的某个值出来做运算 可是数组哥们往里全是空 有什么的吗 没有 下面有意义吗 啊 全没意义 听懂了吧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讲 我们根本是不需要声明的 懂了吧 我在做功能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把这个异常声明重去 我只在内部抛出 为什么 因为你敢敢触发到这种条件满足 我就让你的程序停掉 注意听 你给我瞎传参数 我这边是不是运算就快继续了 大家试想看 你给我传到空 我有机我给你吗 绝对不可能 因为我的运算就无法继续了 这怎么办 那我就直接让你的程序停掉 听不懂了吧 所以我就抛出了一个异常 扔给你了 因为我没有标识过 你会处理吗 你绝对不会 是吧 你都不认为有问题 怎么会处理呢 所以 你 收到以后 就丢给了讯息 就挂了 就这么回事 能对我画了吗 这种条很多件的 我跟你讲 所以啊 先从脚标约界 从此人 我跟你讲 都是一个道理 就什么样啊 你真要触发这种情况的话 这些数字也没法用了 对吧 这脚标没法用了 怎么办 直接让它停掉 出办事了 我说的欧倍这个 欧了哈 然后请问呢 有可能有些情况 我们可以暴露出来 让对方怎么样 是给助理啊 是这意思 老师在这个例子里边呢 就把这个复数脚标这个问题吧 怎么样啊 给暴露出来了 听懂了吧 其实按照实际开发来讲 复数脚标这个 其实也不需要暴露 对不对 你想想看吧 这小子故意往你的功能里边弄复树 他是不是着实了 对吧 那你俩做了吗 听闻吧 要体调嘛 那懂了吧 这必须的嘛 我只能举这样的例子而已 大家都OK了吧 OK了是吧 OK 这就给大家解释什么样啊 运行时异常和编译时检测异常的一个区别 我问大家 其实我跟你讲大家 你们日后见的更多的什么异常 什么 你们真正的开发的时候啊 碰到这个问题啊 最多的都是运行时异常 懂了吧 客老师编译时异常我们不会吗 你看着啊 我你们找了就行了 比如就举个例子谁了 那个上帝这个类里边有个功能 我随便说一下 跑哪去了啊 这呢 功能 大家看 这功能 他就定义完以后 师傅后面跟着一个死肉子 一个异常 对 这个异常 就是编译时被检测异常 懂了吧 你想要使用这个方法 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预先给出处理方式 听读人家 就这么回事 如果你要碰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必须要先处理 就这个意思了 可是这个功能里边呢 他又抛了三个异常 看看 只有一个标出来了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有两枚标识啊 对 大家看看这看 这个无效参入一场 这个参入的进入什么 是个好秒之为单位的时间啊 大家 时间有负的吗 没有吧 如果时间没负的话 还搞吗 就别搞了吗 这小子说 给我平负 五毫秒 是吧 我又弄死他 是吧 直接让他平下来嘛 就这个样子 能力了吧 你说一个是可处理的 怎么样啊 一个是不可处理的 偷这次吗 有的哥们说 老师我非要把这抛出去行吗 就是控制一场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只不过我们认为 他抛出来 没有太大意义 那么我来看一下大家 这个是无效的监视器上 到后面会学 他的附近是比这个啊 对 这哥们小弟特别的多 你们日后啊 看到这样的异常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你们程序停 一般都是因为他来停 知道了吧 而 检测时这一场 你反倒看得不多 知道为什么吧 人都标出来了 你看了是不是就 给了准备方式了呀 所以一般不以为他停下来 这明白了吧 OK 再接下来往这看是吧 Line app是那些 可能在加密机 正常运行期间 注意清晰 正常运行期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哎呦 这哥们是不是 我们也不编写 这个有代码处理啊 对不对 但是他有严重区别 One time exception 是在正常运行期间 发生的问题 导致运算的终止 而 Iro 它已经让 虚拟机不正常了 这就懂了吧 虚拟机疯了 这不叫异常 这叫错误 懂了吧 虚拟机会让你狠过 就这种 偶命啊 偶了 看着啊 期间抛出的一个异常的超类 那可能在执行方法期间抛出 但怎么样 未被捕获的Line time的任何死类 都无需怎么样啊 都无需在 死肉死 此剧中经声明 对不对 你说 他是可以不需要生命的 那可以不需要生命 行了 到这就把这两个异常简单说了 听闻了吧 所以我们在进行异常自定义的时候 你要吗 听谁 一个ception 要一个谁 Runtimeception 大家 到这都听懂了吧 OK 那 所以 自定义异常时 怎么样啊 要么 要么 计成 deception 又好 deception 要么计成什么 计成 Runtime deception 行了大家 到这 这两个小区别就搞定了 那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顺便说一下哈 这里边已经是个两个过天字 是吧 一个死肉 一个死肉 是说了 是他俩什么区别呀 死肉丝和 死肉的区别 大家 写法别错就行了 知道吧 第一个是什么呀 死肉丝 大家 这个 使用在函数上 OK 那个 这家也不得了 使用 使用在函数内 OK 第二个 死肉丝 死肉丝 抛出的是 异常类 可以 抛出多个 用 逗号 隔开 而到了死肉 怎么样 抛出的啥 异常 对象 意思是抛一个 这才是区别啊 这是区别 大家别忘了哈 一个函数功能啊 能引发一场是几个 啊 只能是一个哈 不是老师你帮我撒吗 撒是没错 但是能引发几个 只能是一个哈 为啥呀 因为只要有一个被引发的话 是不是这个函数功能能结束了 多管就结束了 你不能再来什么了 不能再继续了 OK 那准致执行不 啊 啊 不执行不 这这这这一网 引发 这个已经 掉了呀 函数功能已经结束完了 知道了吧 OK 那哥们怎么样啊 出版什么意思呢 出战吧 出战吧 出啦 还不出战 找啥呢 问先生 哎 有问题了 老师那孩子出完战以后 接着往哪走啊 我告诉你 这孩子找一翻一长 哥们找一出战 知道吧 他就往下面孩子走啊 他到下面孩子里边 找处理方式 就是啥 他在下面孩子里边 对不对 相反怎么样 哎 哥们收了 我还是跑 好 再往下边走 那孩子出战了吗 又出战了 这听懂了吧 直到找到一个能处理的 就这么回事 那目前我们只想到的一种方式 就是声明吧 对吧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那种方式处理起来 最具体 那 那种方式要什么样啊 人家说什么 声明或捕捉吧 咱玩什么都声明啊 哎 比较烂一些吧 是吧 哎 一有责是什么样 不管我的事 跑回了吧 哎 不管我的事 跑回了吧 接下来 我们可以搞一搞 捕捉 懂了吧 咔一多个问题 咔抓住你一分钟 懂我一个吗 解决它 就这样了 OK 怎么捕捉呢